現在民進黨開始操作了 四個不同意台灣更有力 他們最會什麼 標語更圖 然後來洗腦大家 但是告訴各位 我們投下四個不同意 台灣真的會更有力嗎 還是我們會後繼無力呢 對我想其實民進黨 現在是在玩兩手策略 雖然一方面他們對外講說 公投是針對事件 並不是針對個人 也不是針對政黨 但是民進黨已經請全黨之力 開始進行全面的運作跟佈局了 所以坦白說 這一場公投的結果 不管是什麼 民進黨都必須蓋瓜承受 那這當然對民進黨來說 是一個風險 但是我相信是民進黨 在政治精算之後 他知道他不得不正面迎戰 因為原本民進黨希望冷處理 希望讓公投的投票率不要過關 那讓這件事情就從此 就當作沒事了 但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相信民進黨也可以 從台灣社會的各種氛圍上 可以撤出這樣的一個溫度 當公投案不會 沒有辦法達到門檻 成為無效公投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也只能夠正面迎戰 所以你會發現事實上 民進黨在正面迎戰的過程當中 雖然蔡英文喊出四個不同意 可是他們在論述這四個不同意的時候 其實相當的沒力 就是說台灣有沒有更有力不知道 但是民進黨在論述這四個不同意裡頭 有幾件事情是非常的無力的 譬如說他們在處理這個反萊豬的議題上 民進黨當時針對國民黨政府開放了一部分 我特別要強調的是一部分的美牛 進入台灣 民進黨政府在當時的蔡英文主席的領導之下 就是以非常高分貝 非常嚴重的一種喊話來攻擊國民黨 那麼如果對照當時他們的標準的話 現在開放萊豬全面進口 那這簡直是最大惡極的行為 所以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究竟要如何自圓其說 在反萊豬的議題上 其實有一點困難 那麼更不用講到說 民進黨長期以來就是公投的擁護者 公投綁大選也是民進黨提的 就是民進黨永遠都是如此 凡是對他有力的時候 他就提公投綁大選他提的 當對他不利的時候 他就想辦法把公投跟大選脫鉤 罷免案門檻降低也是他提的 當他自己的人被罷免了 他就要想辦法翻桌 把標準重新改回來 所以在公投綁大選的這個議題上 民進黨要究竟如何說服民眾不同意 坦白講這也很困難 那更不用講到藻礁公投了 藻礁公投 珍愛藻礁 藻礁永存 這是蔡英文自己講的 他一次又一次的跟這個環保團體 來進行保證 所以當蔡英文自己要打臉 蔡英文的時候 在這個議題上 他們要民眾不同意 其實也蠻難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 現在你會發現 從蔡英文 蘇貞昌 到民進黨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們在面對所謂的四個不同意的論述裡頭 他們大概只有幾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就是把反萊豬變成反美豬 變成反美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的是 全世界各國有很多美國的盟邦 美國的好朋友 他們也不接受萊豬進入他們自己的國家 所以坦白講 接不接受萊豬進入這個國家 是關係到每一個政府 對於自己國人健康安全的一種保證 自己的有特殊的考量 所以這跟有沒有反美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然後你看到蘇貞昌講 抗中保台 就這四個議題 我想請問大家一下 守護藻礁跟抗中保台到底有什麼關係 珍愛藻礁 只要我們藻礁永存了 中共就打過來了嗎 只要藻礁永存了 兩岸就統一了嗎 只要這個萊豬沒有進入台灣 這個中國大陸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拜託 那是萊豬 那不是美國士兵 你要投票說美軍要不要進駐台灣 這還有一點道理 你說萊豬要不要進入台灣 跟抗中保台有什麼關係 更不用去鬼扯什麼CPTPP了 大家知道美國到目前為止 自己都不見得是CPTPP的成員國 他當時自己退出了TPP 他現在要重新加入 所以美國自己都還沒有 跟CPTPP達成一定的共識 你現在蘇貞昌在那邊鬼扯什麼說 如果我們今天擋了萊豬進入台灣 擋了萊豬進口 那麼我們就進入不了CPTPP了 我覺得蘇貞昌完全是把台灣人民 當作三歲小孩在耍弄 為什麽 太多深入票 這次某高影響 它已經在蝦上 當作三歲小孩在那邊 抗之後 可靜いつ也要 說最大的 有什麼 跟我們 有什麼 可靜 母